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这个宝宝 睡了可舒服了 要点阿嘟嘟 阿嘟 你看这么叫也会睡 阿嘟嘟 这里有一个塞奶 阿嘟嘟 阿嘟嘟 你看睡成这样 旁边还有一只 娜娜 娜娜 你今天睡这里啊 因为他的窝 被他儿子占据了 好冷喔 大家都在这里窝 阿嘟 阿嘟嘟 阿嘟嘟 这是最爱我儿子的猫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 爱多肉的梁 看肉肉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这个大鸡腿的史瑞克 我回来是怎样处理的 先来看看我家原来有的史瑞克 你看这颗史瑞克我已经种半年了 它还是这么小小小 这在我家已经种了大概有半年左右了 你看它还是这么小 它浮盆超慢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买的时机不对还是怎么样 目前它大概是7公分大 没有算在泥土下面大概7公分左右 这一颗养半年多它的进展超级慢 浮盆很慢 可是你们看它新长出来小耳朵 有变成红色了 我一直都是把它放在我们架子的最高层 就是这上面 但是我是放在就是比较靠屋檐下的这上面 因为在这上面呢 虽然可以照到阳光 但是它的位置呢 是属于照的大概每天大概四到五个小时的阳光 我就买回来就一直都让它这样晒 可是它长得好慢啊 但是我这个史瑞克呢 跟我这几天拿回来的史瑞克你看 它这个叶子长得比较小啊 给你们比较看看哈 你看 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出它的大小 上面的叶片比较短小 下面这个叶片比较长哦 这个 所以你喜欢哪一种史瑞克 你就自己慢慢找 找到你喜欢的为止 不要一看到就随便乱买啊 像我这个两个史瑞克 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大一样 反正不同地方买的就是不一样 这一颗是进口韩肉 这一颗是已经在台湾土生土长繁殖出来的 这一盆才40块 那这盆呢 你们看它的妆子是属于小老妆 选择 先说选择吧 在选择这一颗的时候 它那边有好几颗 那因为有一颗比这个还大 我没有选 那是因为它这个金感呢 就是这几个分珠呢 它那边那一颗比较大 可是它金感很长 而且嫩绿色 拿起来呢 头重脚轻有一点摇摇晃晃 并不是大就好 你就是要拿起来比较稳 不要摇来晃去 摇来晃去那种 我个人觉得还有经验的那个使然 我觉得买那个多肉不要摊大 要稳 就是拿起来要稳 不要头重脚轻也不要晃来晃去 因为那种很不好重 重的好当然好 重不好死掉的机会很大 所以要选那个金感出分之多 但是又比较稳健的来买会比较好 那在那边老板说它已经好几个礼拜了 怕就是金感很干嘛 叫我回来要不要给它擦在水里 我没有照做 我现在放在这里呢 是直接直接这样放着 然后用三个石头 把它撑住 让它底部 就是有碰到这个泥土而已 那这个泥土因为前几天有下雨 所以它就是比较湿润 所以我就只有底部有碰到水 我在等它发根 等它发根再把它种下去 所以目前是把它架在这边 它是还没有种好的状态 但是如果忘记了它生根长下去 那也是可以的啦 那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棵火狐狸 这棵其实我大概三年前买的时候 我有顺便买一棵石瑞克 它们两个都是一样大小 也就是这样小小一戳 跟我那棵小的石瑞克差不多 但是当时买的比较贵 在阿伯那边买的一盆五十块 我还记得 可是你看看我的火狐狸 成功成长成满盆爆盆了 但是石瑞克不见了 我那一棵是重新买 不知道第几棵了都失败 那也并不是买来就失败喔 其实我大概从这么小 也有养到这么大 但是筋感没有像它那么粗啦 它就是从旁边这样长长长 长到大概有这么大 那后来为什么挂掉呢 那是因为我把它翻盆 翻盆的时机不对 最后它就整棵给我烂掉啦 所以就又一直买新的来尝试 就是这个已经到第四第五盆了 前面的都是养着 它就死掉 养着就死掉 希望这一次可以养好 我这棵已经半年了 应该是稳根了 而且它的成长 只是非常非常有够慢 那这棵呢 当然是刚回来两三天而已啦 所以现在就是放在这里 让它慢慢生根 有粉丝跟我说 它生根之后 会长得很好 那我也期待 如粉丝所说的 这样可以好好发根啊 虽然老板说要泡水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要泡水 网路上说这个史瑞克很怕寒冷 但是在台湾 南部几乎是没有冬天 像这几天最冷的温度 也大概是十几度 那十几度对史瑞克来说 应该是还好 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所以就不用担心 低温只是需要注意 就是超过35度 要给它稍微遮阳 不要让它直射 其实直射也没关系 但是要稳根啊 没有稳根就会挂掉 那这段期间 它的进展如何 到时候会分享给大家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史瑞克 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在评论区说说 你们养史瑞克的经验哦 它也叫西柴树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